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好吧 我们在上节课呢,其实把我们三张报表都已经给讲完了 就管理用报表当中的管理用的资产费债表 管理用的利润表,以及管理用的资产这个现金流量表 我们都给大家已经介绍过它整体的一个编制逻辑了 那么最后呢,我们其实通过了这么一张总结的表格 来把这三张报表串在一块 所以还记不记得这张表格啊 如果脑海当中对这张表格有印象 那我觉得三张报表你就基本上掌握的差不多了 因为这张表格啊,或者说这几个公式 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管理用报表当中最核心的那些等式 比如说我们先看每一行呢 先看每一行横着看 第一行来自于哪张报表啊 大家这个在评论区中我互动起来啊 第一行,这个第一行的这个公式 它来自于我们管理用的哪张报表 是不是管理用利润表啊 你还有同学中我说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那你这个真真的是要气死我了 对吧 你这第一行啊 你看上去都带着这种利润啊 费用啊 那肯定是利润表的数据了 所以它是我们利润表当中的横等式 利润表当中有一个数字 它是定海神针是不变的 在管理用报表和传统报表当中 这个数字始终都不会变 是哪个数字啊 净利润 对吧 净利润是永远不会动的 所以两张报表你编的对不对 你这个管理用报表编完了之后 你看一下它的净利润有没有发生变化 你就知道你编没编对了 然后净利润等于什么呢 净利润啊 在我们的传统报表当中 等于收入减去各项成本费用 对吧 在减掉所得税 但是呢 在我们的管理用报表当中 我们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掉税后利息费用 那这两个概念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站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上面 它所获得的产出 对吧 那税后经营净利润是站在哪个角度啊 站在哪个主体的角度上 我所获得的产出呢 公司 对吧 公司 那么站在债权的角度上呢 债权的角度上 它所获得的产出是哪个 税后利息费用 所以这是债权人的 然后站在股东的角度上呢 它所获得的产出是净利润 好 当你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 把他们的产出给理解清楚了 那往下去想一想 他们的投入是什么 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我的投入是啥 股东给公司投钱了 对吧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公司投钱啊 注资嘛 住进去的这些资本就进入到了 股东权益里面 所以股东权益 它代表了我们站在股东角度上 所有的投入 那站在债权的角度上 我给公司投的钱是啥呀 是不是形成了这家公司的负债呀 所以这家公司的净负债 是债权的投入 对吧 好 然后再者 站在公司的角度上 公司所有的投入投向哪里 公司花钱 花向哪里 花向那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 净经营资产 好 这就是他的投入 所以这个表着 它的第一行 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出 站在不同的主体的角度上 我的产出是什么 第二行代表的是 这些不同的主体 它在整个公司运营当中 所付出的这些投入 分别是什么 把这个对应关系找清楚了 这个等式自然而然 你也就把握清楚了 好 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投入 这个第二行 它取自于我们管理用的哪张报表呢 资产负债表 对吧 但是投入 投入 你要把它转化为 我们所谓的那个现金流的那个角度上 它就不能是资产负债表上面 那一个死数了 或者说那一个十点上面的那个数字了 它必须得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金额 那这个动态的变化是什么 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就是它的增加额 就是它从期末和期初这两者之间 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变化 对吧 它在整个这个期间当中 所增加的那部分的金额 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那个本期的投入 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十点数 你应该用一个十期的那个增加额 来表现我们这里面的投入 所以它虽然取自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但是它在这里的这张表则当中 所需要体现出来的是它的变动值 所以你看到括号里面 我们都会有增加增加增加 它是一个变动值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呢 其实也是站在不同主体的角度上 你去看一看 有了投入 有了产出 那最后剩下安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现金流了 那站在公司的角度上 它的现金流叫做实体现金流量 或者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做经营现金流量 站在债权的角度上 我们把它所获得的现金流叫做债务现金流量 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我们把它所获得的现金流称之为叫做股权现金流量 好了 这三个流量你也对齐了 对吧 当你能够把主体占清楚的时候 这张表自然而然你就能画出来 这张表画出来了之后 自然而然公式也都出来了 根本不需要你去被那个 死尽应被那些每一个公式 你只要把这个原理理解了 这个公式自然而然你能写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你看这里面的加减号 等号怎么去放的 减号横着 就是税后经营净利润减税后利息费用等于净利润 然后呢 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减掉净负债的增加等于股东权益的增加 实际现金流减掉债务现金流等于股权现金流 好这是横着的 然后竖着来看 我的产出减掉我的投入就是我的现金流 那对应的我的公司层面上 它的产出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它的投入是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所以税后经营净利润减掉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就是它的流量 实体现金流量 站在债权的角度上 它的产出是我所获得的那些利息 所以税后利息费用是债权人的产出 然后它的投入呢 是它给公司所注入的那些负债 所以净负债的增加是它的投入 那产出减掉投入剩下的其实是债权人所获得的那部分的流量 叫做债务现金流量 然后最右边 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它的产出是从公司所获得的那个经营润 不管它分了还是没分 但是经营润都是归于股东的 然后它的投入是它给公司所注入的那些股东权益 所以它的产出减掉它的投入 经营润减掉股东权益的增加 得到的就是股东层面上它所获取的现金流 叫做股权现金流量 所以这张表当你掌握了之后 整个管理用报表体系的这三张报表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就基本上掌握了 没问题吧 这块我又没有讲清楚 这块回忆起来了吗 有些同学这个课后不做复习 课前不做预习 那我们就带着大家把上级课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知识点 我们先来回顾回顾 没问题吧 好嘞 然后在这个表格当中 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还希望大家要去注意的是 我们在考察管理用报表的时候会考察有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呢 其实也蕴含在了这一张图当中 但是你需要把它给展开 比如说税后经营净利润 那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指标怎么去取数 它怎么从管理用的这个报表当中 我们能把它给计算出来 或者通过那个传统报表 我们怎么把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给计算出来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公式灵活的去进行应用了 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计算净利润 好你知道其实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掉税后利息费用 但有的时候啊 考试的时候 他根本不问你净利润 净利润是理之条件给到你的 人让你算的是什么呢 人让你算的是这个数字 人让你算的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所以你要能够马上的想到 哦那不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等号左右两边的这个数字 稍微挪一挪吧 对吧 那税后经营净利润等于什么 假设题目当中 让你去算这个数据 等于什么 等于你报表当中的净利润 再加上税后利息费用 净利润 你管它是管理用报表 还是传统报表 这个数不变 对吧 所以以这条件当中 给你那个净利润拿来就用 你根本不用考虑 它是哪个口径的 唯一你需要考虑的 其实就是那个利息费用 然后对应的要去算一个税后 所以利息费用去乘以 这一检所得税税率 再加上那个传统报表当中的净利润 就可以得到我们管理用报表当中的 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所以考试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整个公式 来来回回的让你去计算 里面不同的这些项目 那你要随时能够把这些公式 来回的不同的变换 能够找清楚 其实就是等号左右两边的数字 来回去调一调 而已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让大家还要注意的 就是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有一些资产和负债 你是要把它区分清楚的 在考试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问到你 比如说某一些资产 在我们报表编制的时候 它应该进入到我们管理用报表当中的 经营资产 还是金融资产 这些负债应该进入到 我们管理用报表当中的 金融负债 还是经营负债 对吧 这些项目你得把它把握清楚 所以把我们前面 给大家梳理出来的那些特殊的 在解析招手当中 我们已经罗列清楚的 你要把它把握住 尤其是在经营资产的项目当中 所涉及到那些特殊的点 比如说货币资金怎么处理 对吧 看题目要求 人让你全部处理为经营资产 那你就全部处理为经营资产 人让你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 来确定经营的部分 那你就按要求去进行计算 剩余的部分确定为是金融资产 人让你全部归为金融资产 那你就全部归为金融资产 这是货币资金 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 在经营资产当中 所涉及到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这个是属于经营还是金融呢 还记不记得 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长期股权投资在我们所有的资产项目当中 你把它归到金融还是金融啊 金融对吧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是你为了去控制 对方那个实体的一些主要的生产资料 来帮助你完成你的生产活动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投机的行为 它并不是一个金融资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那基于我们所谓的长期股权投资 已经把它确定为是金融资产了 那么它对应的损益怎么办 怎么处理 它对应的有一部分损益叫做什么 投资收益对吧 那你的投资收益 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 那你在利润表当中 也要把它归到经营损益里面去 但是投资收益并不是全部都有 长期股权投资产生呀 还有一些投资收益 可能是由于你投了一些金融资产生的 对吧 那这部分的投资收益呢 你就要把它归到金融损益里面去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特别让大家强调的是 不论是资产负债表还是利润表 它的经营和金融划分 取自于你的活动本身 你的那个根源 你的根上 它到底是属于经营活动还是金融活动 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你到底把它归为经营还是金融的项目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包括应收鼓励 应收利息 应付鼓励 应付利息 这些怎么去处理 这些都是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些细节 希望大家要去掌握 然后到了现金流量表这里呢 管理用的现金流量表 实体现金流量 它的公式是最为复杂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我提起的概念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叫做营业现金流量 对吧 或者我们把它称出来叫做营业现金毛流量 还有营业现金净流量 还有实体现金流量 还有经营现金流量 这些公式分别是什么 而且你在计算机的毛流量的时候 你究竟用的是哪一个公式 你用的是直接法 间接法 还是分算法 你究竟用的是哪一个 你这个必须得搞清楚了 对吧 所以这些公式的区分 往往是考试的时候 大家容易栽根 栽根头和掉坑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平时复习公式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局限在这一张表格 你还要把这张表格当中 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细节 你自己能够把它给扩展开来 或者在脑海当中过一遍 或者你干脆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你就把那个曹昭纸拿出来 把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指标列上去 然后把这个公式默写默写 然后把它整体的回忆清楚 记下来形成一个体系 完整的体系 然后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主干的框架 但在这个树的框架之上 还有一些这个枝繁叶茂的部分 需要你自己去补充 好 这是我们所说实体现金流量 债务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站在债权人和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去想清楚 他所获得的现金流分别是什么 比如说债权他所获得的现金流 是那个利息 对吧 那同时他所这个和公司 所产生的其他的交易 比如说给公司借的钱 以及从公司收到的那些本金等等 其实这些都要处理到我的债务现金流里面去 对于股东来说 他在这个公司发行股份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去认购一部分的股份 他得花钱 然后同时公司如果回购股份的时候 会给股东一笔现金 把他的股份给收回来 所以他会获得一笔资金 同时还有平时公司盈利所给他的一些分红 这也是他的现金流入 所以这些都是站在不同的主体的角度上 你去想一想 他的是流入还是流出 来决定了这个公司当中 那个正负号的问题 在这里面 这个债务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我刚才强调了 强调了这么多里面 最关键的点在哪 就是正负号 正负号怎么去进行判断 就在于你站对了主体 你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 这对于他来说 是流入还是流出 当你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之后 正负号肯定就不会出错 但是这件事情你想不明白 你总是回到公司的角度去想债权人的问题 你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想人家股东的问题 那你就特别容易把这些正负号给搞混了 所以在这我们再次强调一遍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总结当中不停的强调你 站在公司的角度 站在债权的角度 站在股东的角度 因为他跟现金流量的正负号直接挂钩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上节课最重要的这个部分的内容 讲清楚了吗 好 这是还有同学不知道是哪一页 第51页 51页最上表的这个总结 就是这张表 好的 那么在我们开始接下来的一部分内容之前 我先带着大家 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下练习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上一节课你学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 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一些题目的条件 然后我们来算几个数 你来跟着我一块算 把你的计算器准备好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这些手标还没有计算器 把计算器找出来 然后跟着我来看几个数据 首先我们有一个公司 它2020年的时候 没有增发股票 也没有任何的回购行为 然后呢 它有一些数据 我先来告诉你 第一个叫做税后经营净利润 税后经营净利润 预众有多少呢 300万 然后折旧与摊销 我就简称折摊 有60万 接着经营营运资本 经营营运资本 它的增加额 所以我前面加了这DELTA DELTA的经营营运资本 有100万 接着 当年分配的股利 有60万 还有税后的利息费用 税后利息费用 70万 再者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的增加 也就是DELTA的金融负债 是60万 还有金融资产 的增加 DELTA金融资产 是40万 好 这就是所有的条件 大家看一看 你先别去看你的只做好题 我知道有同学看完了之后 肯定反应过来了 这不就是我们只做好题 上面的一道题吗 没错 就是我们只做好题上面的题 但是你别去翻 你也别看答案 你就跟着我的思路一块去想 把头抬起来 先把这些所有的条件 再看一遍 2020年没有增发 没有回购 税后经营净利润是300万 折旧摊销是60万 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是100万 分配股利了60万 税后利息费用是70万 增加的金融负债是60万 增加的金融资产是40万 就这些条件 然后我让你算什么呢 第一 请问营业现金毛流量是多少 营业现金毛流量是多少 我在写的时候 你就别抄了 这都是你只做好题上面的题 我就把它拿出来 我们带着你课上 把这些内容再过一过 看看你有没有掌握 拿你的计算器 真正我一块算一算 把营业现金毛流量的公式 在脑海当中回忆一下 它等于什么来着 等于什么来着 营业现金毛流量 营业现金毛流量 你得想一想 我到底用哪一个公式 对吧 我们一中介绍了三个公式 你在这用哪个 用税后经营经理论 加折旧贪消 请问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直接法 间接法和分算法当中哪一种 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税后经营经理论 加折旧贪消 这个是我们说的哪一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 是不是间接法 对吧 好 那这个你知道了 应该等于300 加上60 等于360 360万 好 这是营业现金毛流量 低的数据没问题吧 低的数据没问题 好 接着我来问你 第二个 叫做债务流是多少 看得懂吧 什么叫债务流 债务现金流量 对吧 债务现金流量是多少呢 来探一探债务现金流量 债务现金流量怎么算呀 你就站在债权的角度去想呀 对吧 债权的角度上左边的这些所有的已知条件当中 有哪些是跟他有关的现金流 税后经营经理润没关系 折旧贪消 不影响现金流 增加了经营营资本 没关系 分配股利跟股东有关 税后利息费用 找着了吧 税后利息费用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流入还是流出 你告诉我 税后利息费用对于债权来说是一个流入还是流出 流入还是流出 是不是一笔流入啊 因为他要收利息嘛 所以你得把其实拿过来 那么他的流出呢 那他的流出呢 他给公司的钱是什么 是不是净负债的增加呀 而净负债的增加在这里面给你了吗 有的人说没给 但是人给你的是金融负债的增加和金融资产的增加 你能不能拿那个金融负债的增加直接减掉 能不能 你是不是直接用70减60 能不能这么去减 不行 我们说净负债净负债 净负债是要在内部有一个抵减的过程 用金融负债减掉金融资产 这个剩下的那个增加额才对 所以你要减掉的是括号 60减40 这样得到的我们的债务现金流量是多少 是不是50万 没问题吧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债务流 然后第三来问问大家 请问实体流是多少 请问实体流是多少 实体流是什么意思 实体流是实体现金流量 也是公司层面上的经营现金流量 好了 实体流我们来先想一想他的公式 有同学上来就会想到他的公式是什么呢 是那个税后经营经理论 对吧 加折旧贪销 减掉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 再减掉增加的净经营长期资产 没问题吧 这个东西我说的对的吧 OK吧 好 还能回忆的起来 但是我们回头来去找左边的仪式条件 税后经营经理论没问题 加折旧贪销也没问题 减掉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也没问题 但是再往下走 增加的那个净经营长期资产在哪了 有吗 左边给你的仪式条件里面有吗 这条路是不是堵死了 走不通啊 对吧 走不通怎么办 咱换条路 实体流还有没有别的公式啊 实体流还有没有别的公式 有吧 我们是不是刚才回录到那个总结的那张表格当中 我们下边实体流等于什么来着 是不是应该等于股权流加上债务流呀 好了 前面不是债务流都算完了吗 那你债务流有了 放过来呀 再加上股权流不就好了吗 那股权流在哪了 看一看左边 有没有股权限制流量 是不是就分配股力 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我获得了60万呀 所以你把这个60加上去 这不就是债务流加实体流 债务流加这个股权流 这不就是实体流吗 所以110万 出来了吧 这就是实体现金流量 对吧 第四 我再问问大家 请问 增加的净经营 长期资产是多少 这简单了吧 增加的净经营长期资产是多少 刚才我们是不是实体流的 还有一个东西咱们用上啊 实体流等于 税后经营净利润 加上折旧摊销 再减掉增加的营运资本 经营运资本 再减掉这里我们要算的那个 净经营长期资产的增加额 等于那个实体流 那现在我们不就剩下一个位置数 就增加了净经营长期资产了吗 实体流我们已经算出来了呀 所以净经营的长期资产等于啥 等于你这个360 对吧 然后呢减掉这个100 再减掉这个110 是不是 那你算一算等于多少 360减100 再减掉110 等于150 是不是等于150 好 那如果 有同学 反应过来了吗 对不对 你想一想 对不对 错了吧 你看你掉坑里了吧 我让你算是增加的 净经营长期资产 你想一想啊 我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加了这个折旧摊销之后 你就要想清楚 你的公式用的是哪一个 这就是我说的 大家特别容易犯错的地方 你在前面 我们已经想好了 你用的是直接法 还是间接法 还是分算法之后 你就要想清楚 如果我前面加了折旧摊销 你在后面减的时候减什么 你在后面减的时候减什么 翻翻你的公式 翻翻你的公式 你如果前面是税后经营经营 如果你加上了折旧摊销 你后面要减掉经营 营运资本的增加 然后还要减掉 是资本支出 你减掉的是增加了净经营 长期资产吗 不是 你减掉的是资本支出 所以你有没有跟着我的这个思路 就掉坑里去了 如果你跟着我的思路 就往坑里去掉了 我告诉你 你自己做期的时候 你也会往坑里去掉 所以我再带大家 把这个公式给你写一遍 来 看清楚了 如果你用的是税后经营 净利润 你加了折摊 你在这加了折摊 那你后面减的时候 你就减的是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 后边减的是什么 减的是资本支出 注意了 后边减的是资本支出 而资本支出 它又等于什么呢 注意 资本支出在这里面 等于增加的净经营 长期资产 还要再加上折摊 这才是资本支出 对吧 所以相当于 前面加了一刀折摊 后边呢 你又加了一刀折摊 但是后边这个折摊 外边其实是减号 所以折旧摊销 最后其实没有了 所以最终 你其实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直接去解 那个增加的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对吧 增加了经营营运资本 再解 那点增加的 净经营长期资产 所以这个才是 我们所说的 那个正确的公式 所以你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始终始终要在脑海当中 反反复复的去想 到底我用的是 之前我们所说的 毛流量计算当中的 哪一个方法 你千万找好了 那个方法之后 你就要把那个公式 给准了 如果你把这些 不同的方法中间 那个公式给混用了的话 你绝对会计算错误 所以再回头头来 你告诉我 这个最后 我让你计算的 这个经营经营 长期资产的增加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啥 它等于啥 它等于我们刚才 所说的这一切 还要在这吗 是不是还要把 折旧贪销 给重新剔除掉 对吧 你得把折旧贪销 给剔除掉 所以在刚才的 这个公式的基础之上 你得到的 其实是一个资本支出 而资本支出 要扣减掉 那个折旧与贪销 才能得到 净经营 长期资产增加 所以它不能 直接画等号 你后边还要再减 减什么 减这个折旧贪销 减掉60 所以最后 净经营 长期资产增加 是90 而不是150 那个150是什么 是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是150 而你的净经营资产 这个长期资产增加 是90 这个地方 有多少同学错了 有多少同学掉坑了 你跟着我的思路 你就被带一偏了 对吧 我说什么 你就觉得是什么 你觉得我课上 跟你说的所有的 都是一定是对的吗 我在给你讲题的时候 一定会 这个带着你 去掉那只坑 掉了坑 你进了坑 你再爬出来 这个过程 你就有点印象了 你要是这个没有掉入坑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从来不知道 这坑在哪 你也没掉进去过 你自己做起的时候 你就会掉坑 所以在这请大家 如果刚才被思路带偏了的 你跟着我的思路 就得带走了 然后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的 请你在这画一头五角星 在这画一头五角星 告诉自己 经营经营长期资产 和我们所说的资本支出 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个折旧贪销的影响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带大家 这个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上节课所讲的 所有的这些内容 以及我们拿了一道题目 来作为这个练习 这道题目 在大家的 只做好题当中原题 只不过最后人 让你计算的是 那个资本支出 我在这里给你改成了 让你去计算 增加的进金长期资产 对吧 资本支出你不会错 进金长期资产 你一算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掉坑 会做错 所以在这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 那这道题目 在我们的 只做好题当中 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 选择题当中 让你确定四个选项当中 那个计算结果 对不对 但是你看 我们把它 还原到一个计算题的时候 让你去算 你自己还是会做错 所以这种选择题 往往其实是需要 占用大家比较多的时间的 因为每一个选项 那个结果 都是需要你去 这个非常注重细节 有没有 这个需要你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拿这道题目 我们带着大家 稍微练习一下 好了 那我们把这部分的内容 结束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在整个第二节当中 最后我们留下了这个小尾巴 叫做管理用的财务分析体系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最一开始 介绍第一个分析体系的时候 叫什么呀 叫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对吧 那个杜邦分析体系 我们最后去讲 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它的局限性就在于 它的总资产和净利润 这个口径不匹配 还记得吗 总资产其实是归属于 所有的这个权益方 比如说债权人 他也要拿一部分 然后这个股东也要拿一部分 总资产是属于他们两方的 但是净利润只属于股东一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所算出来的 那个总资产净利率 其实就会有点问题 它的口径其实是不太一致的 然后其次就是 我们在计算 整个杜邦分析体系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区分 所有的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 全部是混为一谈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计算出来的一些分析结果 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那因此我们进入到了 管理用的分析体系当中 我们把管理用报表给拆完了之后 其实所有的项目都一目了然了 哪些是经营的 哪些是金融的 对吧 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经营负债 金融负债 经营损益 经营损益 经营流量和金融流量 这些其实都拆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分析 我们整个的财务体系 那个框架 它其实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所以在整个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分析体系下 我们是基于管理用报表 去调整了前面 我们所说的一些财务比率 这些财务比率 看上去好像都很眼熟 我们或多或少前面都接触过 但是它又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基于传统报表的 它是基于管理用报表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哪些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 来先看指标 你不用看右边的公式 你就先看指标 看着指标 你去想一想后边的公式 可能是什么 第一个净利润 净利润你觉得它会变吗 净利润这个数字 前后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对吧 但是这里面净利润等于什么 等于的是管理用报表的 那个横等式 等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那个公式当中的第一行 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掉税后利息费用 这就没问题 这就已经老生常谈了 肯定你已经应该记住了 第二个 权益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里面 你想一想 它会发生变化吗 大家告诉我 你来想一想 权益净利率在管理用报表 和传统报表当中 它前后这个财务比率指标 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对吧 因为这里面的分子和分母 都是那两颗定海神针 它是绝对不会动的 净利润不会变 股东权益也不会变 所以权益净利率 它是一个横定值 传统报表 不会因为你调整了 软利用报表之后 这个数字就变了 不会 第三个指标 叫做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好了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请大家在旁边 打一个三角形也好 你打一个五角形也好 都可以 请大家务必注意 这个指标的计算 因为你会算错 你会掉坑 你上了考场 稍不留神 稍不注意 你就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为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哪错吗 你知道自己在哪错吗 特别像我们之前 所介绍的一个比例指标 叫做长期资本负债率 记不记得 长期资本负债率 大家跟我回忆一下 这个那个指标 你犯的错 和这个指标 你会犯的错 完完全全一样 长期资本负债率 我们所说的那个错误 你容易掉坑的地方在哪 在那个长期 到底修饰了后面哪个词 长期既修饰了资本 也修饰了后面的负债 因此你在长期资本负债率当中 所用的那个负债 只有非流动负债 只有长期负债 而不是总负债 对吧 好 同样的道理 在这里面 一样的 净经营资产的净利率 请问那个经营 它修饰了哪个词 它既修饰了资产 也修饰了后面的利润 所以在这里面 你的利润并不是净利润 而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就是你容易掉坑的地方 大部分的同学 这个在这个阶段也好 或者是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等你临近上了考场那个时候 这个知识 你已经学了很久很久了 你就会稍不留神掉到这个坑里 上来就拿净利润去算 绝对错 因为这是一个管理用报表的指标 这里面的利润表的取数 取的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去计算的 所以上边是公司的口径 下边也是公司的口径 你看上面用的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下边用的是净经营资产 都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上的产出和投入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指标 其实你就想清楚 它算的是一个公司的指标 它算的是一个公司的财务比率 那么对应的分子和分母 都应该是公司的那个口径 那公司的口径是净利润吗 不是 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公司的口径是净资产吗 不是 是净经营资产 对吧 所以这个指标能把握住了吧 所以特别特别需要你注意 好 然后接下来 第四的指标叫做税后利息率 税后利息率 这里面利息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算错 因为这名字里面已经告诉你的非常清楚了 叫做税后利息费用对吧 所以它叫税后利息率嘛 但问题是那个分母是啥 分母你要知道它是一个管理用报表的指标 所以它要想清楚的是什么 是你站在谁的角度 你在谁的角度啊 刚才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我们说了你是站在公司的角度吗 那税后利息率呢 应该站谁的角度 应该站在债权的角度 那站在债权的角度上 你上面是债权的 下面也应该是债权的 你上面归属于债权的是税后利息费用 那你下面债权所付出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净付债啊 啊 所以在这里面分子和分母的配比关系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你只要站清楚了立场 这些指标都不难记 这些指标你都不会犯错 但凡你站不清楚立场 对吧 你立场一摇摆 这些数据该怎么错 错得花样百出 这是税后利息率 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分母的那个问题 好 再往下净财务账转 净财务账转啊 这个指标 你看一看后边的这个公式 它特别像我们前面介绍了 哪一个传统报表的财务比率指标呀 特别像哪一个 资产负债率 还是产权比率 还是我们所说的权益成数啊 后边这个像哪个 是不是像产权比率啊 对吧 所以呢 它其实就是产权比率一个变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 财务账转 我们通常用权益成数和产权比率 去代表它的财务账转 那只不过在这里面呢 产权比率当中那个负债 我们用净负债去替换了 而权益呢 它是不变的 它是定海神针 所以它仍然放在那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找清楚了 债权的角度上 我是净负债 股东的角度上 我是股东权益 所以这两个来去做对比 它也是一个管理用报表的指标 然后再往下走 税后经营净利率 不用说了吧 税后经营净利率怎么算啊 就税后经营净利率 去除以营业收入嘛 这个很简单 你肯定不会错 然后最后一个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 这个你也不会错 因为它就是我们之前 那个所谓的周转次数的 那一系列的指标 它都是同样的道理 就营业收入除以那个资产 这个资产在这儿 叫做净经营资产 所以你一除就结束了 所以这里面 整个的财务比率体系里面 你特别容易错的 就这里面的三个 就这三个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税后利息率 净财务涨涨 特别需要你去注意 别的我相信你 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有了这个铺垫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 它的核心公式 应该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虽然管理用的财务报表的 这个体系 它的核心公式 仍然是权益净利率 但是它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杜邦分析体系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基于传统报表 它是基于管理用利润表的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 管理用现金流量表的 所以整个的这个分析体系 都是基于管理用体系的 所以权益净利率 也是要按照管理用报表 去进行往下的因素拆解 推导过程 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呢 权益净利率等于啥 你要是看不懂 下边的第一步啊 我建议你还可以再多一步 就权益净利率先写出来 它等于净利润 对吧 有同学数学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特别怕数学 那你就千万别省略步走 对吧 一步一步来 慢慢来 不用担心这个步骤多 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 好了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去拆净利润 净利润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它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掉税后利息费用 这是管理用利润表的净利润的公式 所以它就拆到了我们下面的这些公式 没问题吧 好 再往下走 我们是分子分母 左边 减号的左边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净经营资产 减号的右边 分子分母同时去乘以一个净负债 好 成完了之后 神奇的结果就出现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税后经营净利润除以净经营资产 这是一个具体的财务比率指标的 这叫做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没问题吧 好 然后呢 再往右边看 怎么下边就出来了一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呢 对吧 怎么就出来了这个供应室呢 为什么 你还是别嫌麻烦 我们这里省略了一步 但你要看不明白这一步的话 你要知道它到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把净经营资产给拆了吗 这不是净经营资产等于净负债加股东权益吗 对吧 你把分子的净经营资产拆成净负债加股东权益 你看是不是就得到下面的一加上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了呀 对吧 右边没变嘛 然后你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有一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右边又有一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是不是可以提取供应室呀 把这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提取出来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就是净财务账掌啊 对吧 净财务账掌就拿到了括号外边去了 然后里边是什么 里边就剩下了净经营资产净利率乘以1 放在净号前边 然后右边呢 净号的右边呢 是税后利息费用除以净负债 这叫做税后利息率 所以括号里面就变成了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减掉税后利息率 然后括号外边乘以着那个供应室净财务账掌 这个公式的推导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我一步一步都给你解释了啊 中间稍微省略的那些步骤 我都带着你都通过这个笔记的方式都给你展现出来了 没有问题啊 好了 所以我需要你这样吗 中间的推导过程 你记不记无所谓 会不会无所谓 能不能自己推导 无所谓 最后这种事情你记住 这是我们整个管理和分析体系当中 最为核心的那种公式 永远都要把这个公式牢牢记在你的脑海当中 因为我们后面很多的这些题目 但凡考这里 考的就是这个公式 考的就是这个公式 全益经历率等于净经营资产经历率 加上括号净经营资产经历率 减掉税后利息率 再反括号成以一个净财务资产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式 你怎么去理解它 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来试图想一想 还是站到不同的历程上去 当你能够把这个公式背后的那个道理 给再理解深一点 这个公式你会更好记 大家跟着我一块想啊 你先不用看你的笔记了 抬头 看我 看我 穿这么亮的衣服 还不能吸引你的目光吗 对吧 看我 权益经历率站在谁的角度上 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我们讨论的是 股东 他在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转过程当中 他所获得的这个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那股东的这些投入产出比是由谁带给他的 是不是公司的整个经营带给他的 而公司经营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利益方的加入 就是债权人 债权人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给股东创造利益的这个角度上 他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是杠杆的作用 所以我们经常说借杠杆借杆杆财务杆财务杆财务杆 指的其实就是债务的引入 债权人的加入 他用了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撬动了一个更高的收益 这叫做杠杆效应 所以这里面一部分是公司 他自身运营纯粹所创造出来的收益 给到了股东 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杠杆效应所撬动的那部分 给到了股东 共同构成了股东层面上的那个投入产出 没问题吧 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公式你就容易理解了 来第一个 请问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是谁创造给股东的 是不是就是公司运营创造给股东的呀 对吧 因为你的这个利润表取数取的是税后经营经利润 你的资产负债表的取数取的是净经营资产 这都是站在公司的维度上吗 公司这个主体的角度上 它带给股东的那部分的收益 所以你看权益净利率当中 第一个部分的构成是来自于公司带给它的 后边加号 后边加了这一大坨 这一大块 我们把它化为二 这个二是什么 是因为引入债务了之后 它所撬动的杠杆效应 带给公司的股东额外的那部分的收益 你看一下子是不是就更清楚了 前面是公司的 后边是通过债务引入杠杆 所撬动的 那为什么后边是杠杆撬动了呢 你看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减掉税后利息率 中间的这个差额 这个其实就是引入债务 它所带来的那个增加的那部分的收益 再乘以外边的净财物 当中相当于是一个放大的倍数 相当于是一个细数 然后乘进去了之后 加到我的权益净利率的这个构成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引入杠杆效应所撬动的你的权益净利率的增加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所以啊 这个公司其实大家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了之后 是不是更好记了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去想一想 这中间的这个差额啊 就是减号 就括号里边的这一块 括号里边的这一块 我们说这个数字的大小啊 它其实可以去帮你去评价 就是我们引入了这个债务 它到底划不划算 为什么呢 你就去看它大于0还是小于0 你想当这个数字是大于0的时候 它的杠杆效应是一个正面的杠杆效应 它是能撬动权益净利率的增加的 对不对 但是当它小于0的时候呢 当它小于0的时候 它还有那个撬动的杠杆的这个效应在吗 没有了 因为它是会减损掉我们整周的投入产出的 所以我们去评价 一个债务是否适合去引入的时候 我们要看的是 它的税后利息率 跟我们现有这个公司 所能创造的这个净金资产净利率中间的大小关系 到底谁更划算 如果你的利息率非常低 那我引入来了之后就能有杠杆效应 但是如果你的利息率太高了 那你其实是会减损我的股东收益的 对吧 所以你看整个公式是不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这个公式是不是更好记了一些 不需要记前面的这些推导步骤 最后的这个公式也能够更好的记得住了吧 好 这就达到目的了 好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最主要的公式 你必须得记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讲 这个公式会有一些小的变形 这些变形呢 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在考试当中仍然会出现 权益净利率等于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加上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减掉税后利息率 反固号乘以净财务账战 其中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差额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去判断 一个公司引入了债务到底划不划算的那个指标 我们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经营差异率 叫做经营差异率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拿来去评价 债务合不合理的那个指标 就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在这里面叫经营差异率 看到差异率你就知道中间肯定是做了一个减法 对吧 所以它就是指扩号里边这一块 然后经营差异率乘以净财务账点 整个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引入债务之后 所带来那个账点的撬动效应 我们给了它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叫做账点贡献率 为啥它叫杠杆贡献率 因为是引入财务杠杆之后 贡献的那个权益净利率的增加 贡献的那个股东财富的增加 贡献的那个股东的投入产出比的那个增加 对吧 所以它叫杠杆带来的贡献 叫杠杆贡献率 所以这几个名词需要大家去注意 提到杠杆贡献率 你要知道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经营资产净利率 减税后利息率 外边还要乘以一个净财务杠杆 当你提到经营差异率的时候 你要马上反映过来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括号里边那个减法 那种公式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减税后利息率 这是公式的变形 没关系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这个指标 我们如果再把它拆一拆 怎么去拆 怎么去拆 我都不用带着你看中间的推导过程 你马上跟我一块回想一下 原来的那个杜邦分析体系下 有没有这个指标 类似的这个指标有没有 有 哪个指标呀 总资产净利率吗 对吧 在杜邦分析体系下面 我们这个指标的那个对应的 不就是总资产净利率吗 那总资产净利率 在我们的杜邦分析体系下 我们把它拆成了啥 是不是经营净利率去乘以 总资产周转次数呀 那回落头来 在这里面也一样呀 你也同样的道理去拆呀 拆出来等于什么 拆出来是税后经营净利率 乘以净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 所以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道理 你在杜邦分析体系那块会拆 你到这里面一样会拆 所以我们再把刚才那些公司 再进一步去扩展拆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里面所涉及到的 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替换为税后经营净利率 乘以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这样的话 我们把因素就拆得更加细了 然后再往下拆 你看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因素分解的过程 当你要去分析具体又是什么导致了 我的税后经营净利率又增加了呢 你再继续把税后经营净利率再往下去拆 然后再你去看我的周转率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什么导致了我周转率的变化呢 那你再把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再往下拆 所以都是不断的做因素拆解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拆到最末端 去找到那个最终影响我们权益净利率提升 或者是降低的那些关键的因子是什么 就是一步一步往下拆的过程了 好这些公式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好所以根据这个公式的推导当中 我们已经引入出来的一系列跟权益净利率 最有关的驱动因素 包括了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税后利息率 净财务涨涨 就这三个 我让你去重点把握的 在最一开始我给你画三角形的 就这三个公式这三个指标 对吧 这也是在这里面最为核心的三个驱动因素 好了 那这里面我们除了这些公式以外 我们还是得了解了解 就是它对于我们整个做题而言 你需要怎么去掌握 除了那些计算 计算是最为表面的了 就是给你一大堆的数据 然后让你综合的去灵活运用 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公式 完成里面一些指标的数据结果的计算 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其实是分析型的题目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一二年的这道单选题 它就是让你去做分析的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在净经营资产净利率 大于税后利息率的情况下 就是想一想 这叫什么 这叫做经营差异率大于零 对吧 这不就是我们括号里边 那个减号 它所承载的两个式子吗 对吧 然后下列变动当中 不利于提高杠杆中线率的事 来再想一想 杠杆中线率是啥 杠杆中线率 是不是就是括号里边的那一坨 在乘上外边的一个净财物杠杖 现在告诉你 括号里边这个是大于零的 然后问你说 整个的这个式子 不利于它变大的 是什么呢 就是让它变小的呗 好 提高税后经营经历率 能不能让它增加呀 提高税后经营经历率 能不能让它增加 有同学说 这个式子表没有税后经营经历率呀 有没有 有呀 我们刚刚才讲完 对吧 净经营资产经历率 你把它往下拆 拆出来就是税后经营经历率 乘以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所以你提高税后经营经历率 是不是能提高 净经营资产经历率 是不是进而能够提高 这个账长贡献率呀 所以A选不选 不选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B 提高净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 不是刚刚才一样吗 也是把净经营资产经历率 往下拆的两个因素吗 所以B选项能不能选 也不选 它也是会提高的 这都是能够帮助你提高的 C呢 说提高税后利息率 你那拖号里边 减号后边的那个 减的就是税后利息率 你现在把税后利息率给提高了 那你说整个这个账长贡献率 是不是降低了呀 所以C是要选的 这题是单向选择题 D你都不用看了 对吧 但是D它是在括号外边的 你去提高你的净财务账长 相当于你把你的放大系数给变大了 所以它当然一定能够提高你的账长贡献率 对吧 因为前提是 你前面的这个是大于零的呀 你看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的去说 你的D选项是对的或者错的 你要是把这个前提假设条件给我拿掉 就说其他因素不变 下列变得当中不利于去提高 账长贡献率的是 好了 这个D你这么就没有办法判断 对吧 因为你必须得基于前面 它有一个正向的账长效应 那这个时候你去放大 那个后面的系数 才有作用 你要前面是小于零的 你后面放大系数 不是让你的损失越来越大吗 所以在这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它基于了前面那个前提 后面这个D选项 才是能够提到账长贡献率的 要不然D选项也是有问题的 好了 这也没问题了吧 同学说B选项还不明白 B选项来再看一下 请问A选项乘以B选项 就你这个税后经营经历率 乘以这个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它等于什么呀 等于什么 我们不是刚刚才讲完吗 净经营资产经历率吗 对吧 我前面不是刚刚讲完了 净经营资产经历率等于税后经营经历率 乘以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吗 那你这个提高也好 后边这个提高也好 是不是都会使得你的净经资产经历率提高啊 那回落头来 你的这个提案当中 它的账长贡献率不就提高了吗 所以这道题目没问题了啊 好 那到此为止 我们就把整个 我们所讲到的这个 有关于财务报表的分析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这个部分是最为劝退的内容 上一节课 我相信大家学完了之后已经开始感觉到云里雾里了 是吧 但这节课我们再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你是不是感觉好像又通透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是什么的力量 这就是重复的力量 当你学了某一部分的知识 你觉得好像这部分的知识掌握的稍微有一点不太OK的时候 怎么办 不断的去重复它 不断的去理解和消化 不断通过做题去巩固 这个时候你慢慢慢慢就会找到感觉 你慢慢慢慢就会理解这里面的很多你之前不理解的内容 进而这部分知识你就给它吸收和掌握住了 所以到此为止整个第二章当中最难的那个部分 就是前面的第二节 第二节我们已经顺利的度多落趋了 恭喜大家 然后我们休息着五分钟 回来之后我们来讲第三节的内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